我们要正式开始了 请大家先把露营的镜头打开 请大家把影像镜头打开 然后麦克风可以先关掉 等一下我们就让那个报告的主别 可以直接用麦克风 这样子大家才不会太吵杂 好第三件事情 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 补上真正的名字 以及你的主别 比方说太祥是第四主 他应该是四皇太祥 而不是皇太祥四 这样可以吗 有些同学还没有加上主别的 请你把主别加上去 这位A同学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查第几主 我可以看到宇恒那一主非常的热闹 你那个口罩戴错了吧 口罩要直接盖到鼻子好不好 宇恒那一主 请大家先把录影机打开 然后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接到 我师大那边有一个学生 他因为发高烧接受学校的枪制 要求他隔离 所以我今天这个礼拜才 采用视讯的方式上课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谅解 尤其是第三组 第三组笑得很开心的这几位 请口罩要戴好 可以吗 对我就说你 谢谢你把它戴好了 好因为你们很多人聚在一起 还是小心一点 我们这礼拜我们都知道 这礼拜是比较危险的时间 好接下来我要点名 是没有写上分组的 第一个是伊布的博凡 没有写上组别名称 紫薇没有 佩山没有 敏元没有 宇恫没有 玉慈没有 惠心没有 义文没有 可以吗 好那不知道怎么改的 直接按滑鼠 又之前在自己的名字的地方 选择改名就可以了 不然我通通帮你改成正直善 你今天就等于缺席 好了 请报告组别准备开始的 报告组别 请你把麦克风打开 其他同学的麦克风请你关静音 喂 喂喂喂 好有听到了 非常的热闹 那你们可以按共享萤幕了 在转的最下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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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你们不要这么兴奋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组同学 非常的兴奋 请你们开一台手机 你就不用全部都卡在那个电脑前面啊 不是 感情比较好 不是这样很容易感染 还有你们不知道别人看到的萤幕是什么 哦就是要确认一下别人看到的萤幕是什么 对看到萤幕有没有延误或什么 所以你旁边最好多一台照片或iPad或手机登录这一个会议室 那你就可以知道别人看到是什么 你现在在讲什么 那记得那一个手机请你用耳机 把它接起来 这样声音就不会互相干扰 好 可以了吗 所以我现在按这个就是已经会起来 就是他现在 你现在已经就是在那个画面上 哦 除非你停止 不然现在我们就好 好 雨恒可以开始了吗 要开始了吗 可以 可以 好开始吧 好 早安 早安 我们是第三者 对 然后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呃 JPG党 PNG 还有GIF的差别 然后首先 影片 你可以找火箭 好火箭好了 你把那个视讯的声音关掉 首先我们来看火箭 对 OK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火箭 对 然后这个是JPG党 JPG党主要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去背的东西 然后他就会长这样子 他不只可以演东西 他不可以演东西 然后再来我们看PNG党 PNG党 就会长这样子 他背后是很奇怪的马帅 好来 停停停停 那个各位同学 我觉得他们这一组真的是有备而来 跟上一组完全不一样 他们马上注意到他们收音有问题有杂音 所以他们刚刚马上瞬间就解决了 非常的好 但是 你仔细听听看他们的讲话速度 跟我讲话的速度 哪一个让你比较清楚 哦 声音讲太快了 挺微慢一点 我讲比较慢对吧 所以你在播报的时候 你慢慢讲就可以 好 可以吗 好 来 执续 好 再来我们讲PNG党 PNG党大部分是已经去备的图档 那不管是Photoshop 或者PPT的上面的话 他基本上是已经去备好了 好 那这样我们来看GIF党 GIF党呢 不然是这样子的 那你如果放到PPT上面的话 他会基本上是一个可以动的东西 或者是你放到你桌面上把它打开 他就像一个动口一样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声音 然后他会一直重复的 对 那首先我们就介绍这三个档案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题了 听得到 这个吗 我现在要来讲那个 就是大家知道PPT可以进行去备的东西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去备 我先把刚刚下载的图片拿进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移除背景 然后他那个紫色的部分 就是他等一下会帮你去备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 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不要急 紫色的部分就是他帮你整侧 会帮你去备的地方 然后我可以从上面的按钮 来选取我要删掉那些部分 但是它这个好像就把它变成一块 这个就会不见 就这样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扯去你的变更 它就会变成原本的样子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这么简单 现在要介绍的是 要怎么让这个动画 就是有它的移动 然后要摄影它的路径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那首先就是 假设我们要让这个火箭 往右上方 以这样的曲线移动的时候 那我们 现在先点它 然后点 动画 为什么他们都有影响 新增动画 下面这边有一个移动路径 那我们选择 因为我们是要用转向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选择转向 会发现它是往下移动 可是我们应该是要往上 或者是 我们可以选择 由下往上的曲线 或者是 先往上再往右的曲线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效果的选择 这样 那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是要往右上 就是这样 如果觉得这个移动距离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再点 选这里 你可以把这个移动路径 把它选到你要移到的地方 有时候在这里的话 那这样我们播放的时候 就会是 这样 好 那移动路径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那轮到我了 然后 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这种火箭 就是有一个降移动的范围 就是 可是正常来讲 我们在火箭发射的时候 应该没有火箭 不要急慢一点 慢一点 抱歉 应该没有火箭是会这样移的 对吧 没有火箭会移的这么平直 就是 移到一个高度之后呢 就直接平移 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它的火箭头也会转向 因为现在只有身体会转 好 那我们就要找到 一样是动画 然后点它之后呢 新增动画 这边再强调 这边有一个叫陀螺依的选项 好 它的 系列意思就是 文字或物件 会顺时钟或逆时钟旋转 这就是我们要的 因为我们要让它的火箭头 是在上升的过程中会旋转 对 你会发现它开始90度旋转 刚刚那个转弓直接转了一整圈之后 代表说 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没有人想要火箭一上升 就马上坠毁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效果选项 然后刚刚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边是360度旋转 就是它刚刚转一圈 我们不要转那么多 我们只要90度就够了 好 不好意思 好 我拉下来一点 重新放 好 我很错 好 没关系 我们 我们就看一下刚刚的效果 可以 对 对 我也没有 对 我也没有 你先按这个 嗯 你先按这个 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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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单元长这样 我把它拉上来一点 然后再按一下 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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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这样子转 然后刚刚转90度就好了 所以就是托而移 好 换我了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如何把画面放大或缩小 那我们先看这个动画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火箭是从地球上面冲上去 那因为随着 那是第一个最终 那是第一个最终 第一个最终 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随着 越来越长的最终 随着火箭距离越来越近 我会觉得它的图片是越来越放大的 那我现在要介绍就是可以放大这个东西 那我先把动画移除 一样我要先放这个图档 然后一样按动画 新增动画 这个地方有个放大或缩小 那一样这个地方可以选效果选项 我可以放到巨大 那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觉得放的不够的话 这边按右键 按右键进来有个效果选项点进来的话 这边有个跑趴数的 假设我觉得它不够大 我可以调到600趴 假设 这一张这个 这一张 我们要调到 哇 就会比刚刚还大个1.5倍这样子 那我介绍到这边 不要急慢慢来 阿罗 那刚才他们三个都已经介绍完动画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大概的图形会是什么样子 可是他们刚才其实多做了一件事就是 像他们那些动画的话 其实原本他们放的话 照理来说 会是先做完其中一个的 就是火箭上升的这个动画 看不出来 就是他们会先火箭上升 只有先上升 然后再旋转 然后才会消失在那个画面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全部的动作都合在一起 所以就按右键 然后让他接续前动画 就按这个接续前动画 然后把你想要接续的 跟全部接在一起就好 哦你们在弄哦 嗯 也许全动画 那再试一次 那这个声音 电脑现在有点险 嗯 我觉得因为全动画 就是那个 每一次一次有一个 有一个全动画的意思 就是要讲话 嗯 很小分而已 但还记得到 全动画的同时 好嘞 给我放上看 上升 上升 不是要一起吗 对 诶 诶 转向那个是你刚一个 最后一个 对 那消失去哪 消失去哪 消失是这个 这个第四个 所以你第四个往下来 嗯 第四个你先往下 我只拉到这下面 对 然后你要接续前动画 对是这样 正式 那再一次 那再一次 你现在只有回 可以了 有有有有 差不多就走 可以 有点不翻译 等一下我看一下 那我们刚刚这个 嗯 嗯 嗯 好 那我们就 全部播一次 好 再这样 我按不到那个 哎 不要那个 这只 这 好 就是 这是我们这次做的动画 那 老师我们介绍到这边可以吗 哈哈哈 好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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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